现在我们到了更精彩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来看一下 Dealian Realty最近要上市的房子 大家可以听着这个介绍 然后看着这些picture来享受一下 是的 好来请给我们介绍第一栋 第一栋是在座落在最受欢迎的 Baron Park Parma Auto 对 866号Sanjong Avenue 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区 非常的安静 虽然是在城市里 但是有乡村的感觉 那这房子呢超过2000平方尺 占地呢是7600平方尺 蛮大的地 是的 所以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呢 它都使用最高端的电器 然后另外呢还有家庭办公室 那花园里面呢有庭园烧烤 露台还有室外游泳池 嗯 OK 所以是在Baron Park附近 那大家都可以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就来享受这种闹钟取静的环境 是的 Pala Alto是在94306这个楼梨区号 对而且是最受欢迎的港海 嗯 哇高中多少人紧迫了头都要来念这个高中 是的 是 OK 好那这个是即将上市的屋子 第二栋房子也是在Pala Alto 诶妮 是的 这个房子我要呃 珍重向观众推荐 嗯 因为它不管是在建材 在设计上都是独树一格 这个呃 这个屋主精心请设计师设计的 它是坐落在4194 Oak Hill Avenue 嗯 这个房子呢建于2009年 所以呃 十年新的房子 是的 蛮新的 这个房子呢 室内呢有9500平方尺 好大哦 对 占地超过一个acre 哇 一云屋以上 因为它是在街底 所以呢 特别的安全 Cobysack 对 哇 特别的安全 而且安静 整个呃 呃 建筑物呢 都有这个呃 监控器 保全 嗯 好 那呃 主主建筑物上下一共三层 有室内电梯 嗯 红木地板 那巨大的这个中央island的厨房 总共7个房间 7个房间 对 8套半的卫浴设备 哇 够 对 所以呢 另外呢 还有一个独立的呃呃 客房 嗯 然后呢 最最受欢迎的呢 是它这个奢华的室内游泳池 哦 奢华的室内游泳池 既然说奢华 那这个size一定也很大 对 它是这个标准池 那那个标准比赛用的标准池 哦 啊 那另外呢 它还有桑拿 哦 OK 还有桑拿房间 对 那小学呢 是那尼克森 中学呢 Terman 那当然是最受欢迎的港海了哦 哇 OK 这栋房子要是它open house的时候 麻烦你通知我一声 我想看看这个三层楼有室内电梯的房子长什么样子 没有问题我一定请您来看观 谢谢谢谢谢谢 好现在来介绍第三栋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Woodside 对 对 它是370号Mountain Home Court 好 这房子呢定价呢是1400万 好 房子呢 呃 面积非常的大 是1万平方尺 嗯 那占地呢超过4个acre 超过4个acre 在Woodside 哎呦 要不起 那采用的呢是红木与食材 那造型呢是高耸的天花瓣 和巨大的玻璃窗 那说到厨房呢 是专业用的 顶级厨师用的顶级厨具 嗯 那么其实这个房子呢 另外还有它自己的健身房 嗯 家庭电影院 哇哦 红酒室 哇哦 对 网球场 哇哦 室外游泳池 哇哦 而且非常近 步行就可以到这个Woodside Duntown 嗯 是一个典型Silicon Valley CEO的理想住家 哦 我知道了 这个就是高科技公司 还有很有名的 上市公司的CEO的房子 怪不得你看什么健身房 游泳池 什么都有了 就是一应俱全 是的 嗯 他们要拿出来卖 呃对 也非常欢迎呢 就是说在CEO CFO 这些顶级的人物在 Silicon Valley 都欢迎来看这个 呃我们的房产 是的 我们在荧光屏上 随时都可以看到 Annie的联络电话 希望跟Annie来联络 OK 接着介绍第四栋即将上市屋 是位于Los Altos Hills 对 这个房子呢 更是特别 其实事实上 已经是非常享有盛名 是27500 La Vida Rail 在Los Altos Hill 那这是By Appointment Only 嗯 那这个房子呢 是4000万 嗯 好 它的房 房子非常的大 啊 2万平方尺 占地超过8个acre 我们可以说是金碧辉煌 拱形的门廊 供电室 城堡外观 好 然后呢 用的都是最好的 顶级材料 那么呢 呃 酒巢 15个人的家庭电影院 室内游泳池 好 所有的 都是用最 最名贵的 另外还要透露一点 硅谷最贵的 5个豪宅之一 哦 对 就是这栋 是的 在Los Altos Hill 对 大家知道Los Altos Hills 那经过在2019年 2018年 一直到现在 都是很多世界级的 想买房子的人 都非常重视这个地区 嗯 所以这个房源呢 我应该是说 它是一个典型的 创业家 企业家 政府高官名流 最 最希望买到的房材 并且他们买到 也是觉得自己有 owner's pride 觉得非常的骄傲 好的 我们的经过 Annie Watson的介绍呢 我们就知道 What to expect in the near future 非常感谢Annie 节目快要结束了 我今天又是大年初一 Annie有一些贺年的话 要告诉观众朋友 衷心感谢观众朋友 在过去这一年中的信任 还有支持 那么呢 在新的一年开始呢 我们会再接再厉 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在这里敬祝观众朋友 鼠年合家平安 万事顺利 万事顺利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 稍待